愜意的開著車 玻璃幫您遮風擋雨 還提供安全防護 但您買車時有細問嗎 車上看得到的玻璃材質 都一樣嗎 一般而言 車子的側面玻璃 還有後面的後擋玻璃 都是採用強化玻璃的 不過因為前擋 必須吸收更大的一個衝擊 因此出廠的時候 都是採用膠和玻璃 裝在車上的玻璃 得耐撞耐震 硬度要高 強化玻璃是標配 但遇上了衝擊 是這樣的 那前擋的膠和玻璃呢 側面看兩層強化玻璃 中間夾著抗拉膜 一樣用鐵錘敲 結果又是如何 那個膠膜它有連軸性 會讓玻璃附著在它本身 它只是會裂開 然後不會噴灑 國外做的撞擊測試 側撞強化玻璃車窗 天啊 座位上的人 簡直像中了散彈槍 再換成膠和玻璃 再撞一次 來自玻璃的安全威脅 少了很多 原來強化玻璃出場的時候 都經過高溫烘烤 提高硬度 麻煩的是碎片會噴溅 但價格很實惠 膠和玻璃則是因為夾了膜 增強韌性 撞擊之後紙會裂不會碎 但價格是強化玻璃的3到4倍 沒辦法換玻璃 有人加貼防爆膜 結果呢 把玻璃碎被把它吸住 像沒有貼到的地方 它自己就會散開 許多高級車現在出場 不管正面側面 已經全車升級膠和玻璃 安全防護果然還是 一分錢一分獲得 記者蔡小剛 李孟章 台中報導